你今天来应聘是应聘教育 我关到了一下我那个所有兼职都跟销售和教育有关系 销售还是教育 我觉得都行 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没有要求 必须要有要求 土雷老师给我点意见嘛 因为如果说按照我一个人来说 我要想在北京生活下去 请您帮我计算一下我要多少 我可算不出来呀 是吧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是80到120 80到120 对 但是今天这个舞台上 是有人拿到比这更高了 对 所以的话 我觉得你其实在回答问题上有一点纠结 而且的话你对数字不敏感 所以这个球我一定还要踢回来 你必须要自己去做决定 现在有想法了 300 一天 这么高 多少 我计算过我来北京一个四天了 每天生活费最低是100 我要存100 还要给我爷爷100 你来求职是拿你的能力来换薪酬 你要说你要300 你要说出我为什么值300 而不是我为什么需要300 我做过销售 如果说有一家销售企业需要我的话 我是能够在销售中 销售是靠低层不是靠底薪的 对 我是能做得好的 你其实上场之后 你讲童年经历 我们其实很同情你 而且不光同情还很心疼你 然后看你居然一滴眼泪没掉 我很佩服你 说实话 我看了你是学人力资源专业的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做这个方向的实习生呢 HR的话 要是赚钱 那急于赚钱 人力资源也一样可以 你可以到资源公司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 我只是给你一个思路 人力资源是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对人的感悟 你导来的所有磨难 对于你来说都是财富 但是百业老师 我认为说实话 我看这孩子 我认为他缺少同理心 就你说他没有掉眼泪 包括我在目前跟他所有的对话过程中 他几乎是处于自嗨 我说实话 他并没有真正让我们每个老板和他完整的 他是在掩盖一些 他身上有个坚硬的壳 他要保护 但是你要做人力资源 我其实还很好奇 我的这些老板你都熟悉吗 我有点近视 看不清 但你知不知道哪家哪个老板是哪个老板 我知道咖啡之意尹峰 知道他吗 不知道 刘家勇你都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上被你莫属的舞台 你就认识尹峰一个了吗 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 他是一个其实很大条心不细的 你像我们参加这么久的飞尼莫属 你写的意向企业 其实这里的这个人从来没来过飞尼莫属 谁啊 他写的新东方 刘家勇说的这一点我确实 你来飞尼莫属是自己报的名吧 你为什么要来飞尼莫属 我想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 大一大二的工作一直是在沈阳 接下来的话我希望就是在其他城市工作 你希望在其他城市工作跟到飞尼莫属有什么关系呢 飞尼莫属是一个平台 是个平台 那你平时看飞尼莫属吗 我看了 看了为什么你只认识尹峰一个呢 因为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 好 即便是你对他印象最深刻 今天你是最后一个应聘 你也应该了解有哪些企业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就是很可能会有人去准备 准备的东西 这不用准备 就是可能会有人 这是本能 这不是准备 可能会有人看一些资料 然后就是把它准备的特别完美无瑕 但我觉得准备完美的无瑕的东西是太假的 不是准备 我再说一遍 不是准备 我现在有点生气了 这不是准备吗 我今天到了来应聘 12家企业 我现在好歹有个数字五家 我能叫得出来的 你 你现在真的有一点像刘家勇所说 你自嗨性 你完全没有同理性 我们在这说问题呢 你还在这找理由 今天一天有很多人问我 说你今天异象的企业是什么 刚刚在微信上也有人问我 我就说我没有异象的企业 谁给的钱多我就去哪 你觉得 此时此刻在你的人生当中 钱是最可靠的 对吗 对 如果说现在没有钱的话 我就活不下去 对 钱是最重要的 钱能够给人安全感 所以你反反复复说 在北京我计算了一下 生活成本是多少 对吧 但是现在已经不比的 像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 但今天来你是有12个选择的 你应该学会选择 你要选择对于你来说 更能展现你价值 和前景的企业 难道不是吗 其实这个平台是个双样的选择 就是有很多老板 那么有很多人 应聘者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把我自己的能力 呃 展现出来 你的意思是你只被选 对 我没有资格选别人 不是没有资格选别人 嗯 我只能说把这一次 当成一次经验 但是以后的话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我还是不会去咨询 我其实今天对你期望挺高的 特别励志的一个女生 这么心不在意 应聘 就是图里老师说 嗯 你对现场的公司 有没有一定了解 这个说实话 我确实没了解 就是说自己可能经验不足 吃不 drinking 吃不平 吃不平